現在我們進到這個群組裡面 群組裡面我們剛剛講群組就有點像所謂的班級的概念 我的群組現在是12個 現在是總共12個 您可以從這邊一樣按建立給你一個群組的名稱 記得按鍵盤上Enter 這個應該是比較不容易性的地方 進來了 進來之後呢 你看到這裡姿勢什麼都沒有 那請問你 姿勢一定是自己建立的才可以用嗎 當然不是 我們剛剛學習的時候是沒有很多姿勢了 所以呢 如果說你是自己的姿勢 那你就從這邊自己這樣選進來 因為像我的課程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我想要上我們這個課程 可是我的姿勢可能 你看你們剛剛用過一些免費軟體對不對 有一個常識題對不對 是不是我就可以引用 所以當你整你的姿勢越多 有沒有發現我好像上課了 可以做了這個集體的素材越多 可以講的東西越多 那我就可以這樣這樣進來 那萬一不是你自己的姿勢怎麼辦 你可以從這邊你看 我到姿勢我先去找 不管是你已經訂閱還是還是還沒訂閱都沒關係 你看我從這邊 好找一張照 好假設我找這個 您可以從哪裡 從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發現 加到您哪一個群組 你的訂閱沒有關係喔 訂閱是自己學習而已嘛 可是我想要引用它裡面的內容的時候 我就加到我們的群組你看 我就加到這裡有沒有 加到你自己的 我剛建的群組裡面 好他就進到裡面來 你可以來看一下姿勢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進來了 雖然是不用整理的 我也可以引用嗎 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自己整理是很好 可是 不見得你每個人都整理得那麼好 有的整理好的 我就負責用 我就負責用 所以呢 有了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您可以選擇 到底要不要在右手邊 把它公佈出來 這裡有個策欄有沒有 我目前是都所錄 表示說 這是老師的秘密 你不要看啦 當然不會你就 OK啦 好啦 你也可以過去看姿勢嘛 那你就知道說 我從哪裡引用這些內容 這樣所以 好那相對的呢 你看我們剛剛有沒有表現 有齁 你可以常做跟自己加 可是呢 其實你有建議過群組之後 我通常的做法 我就從別的地方 因為我已經整理好了嘛 整理過一個了 我就 啊這裡我要用 全部加進來 有沒有發現快很多 然後如果我有相關的連結 欸我覺得 嗯這裡 這些連結我都想要 我就把它加進來 各位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凡事其同難 當現在可以沒有太多知識的那些內容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好像可以引用的就不太多 當你沒有那些所謂的群組的時候 是不是就沒有可以引用的資料一個一個來 可是 當你 劃出了這一步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越會輕鬆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平常很多 現在 第一個 整理完了之後 我後面都很快啊 我就複製複製複製 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看包括這些檔案 我把它寫在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這樣 通通就整理好了 只剩下我們要上課的時候的任務而已 等於說 假設你是像延期類的 我就會照主題照一份 如果是一般課程的 我就照週次 或者是 可能老師 有的老師有帶所有的專題的 對不對 你可以分組啊 又組別的啊 這種方式也可以 就看老師覺得 怎麼樣的方式整理比較好 那麼在政務這邊的話 比如說這是 第一週 好 一樣按 這樣就進來了 那如果說你有需要做分類 所有的什麼叫分類 你看一下這裡 群組 我給您看一下 這裡有所謂的分類 任務 有沒有發現 因為這個任務太多的時候 會混在一起嘛 所以分類指的就是 您現在看到灰色這一塊 這一塊 再把它區隔一下 再把它區隔一下 也是 有點像資料夾的概念啦 資料夾的概念 好 那 你看呢 我現在有任務了對不對 我就可以從這邊 去選擇 我要的單元 有沒有發現 我們知識 去選擇 所以 您一個前提 一定要先有知識吧 先有知識 這樣會有點雙關你 先有知識之後 你才可以放在群組那裡 所以我會一直強調說 知識是 就是觀眾裡面 最重要的根源 裡面有這些東西 很抱歉 你就 有群組 同學進來 一馬都給我送上 這樣就比較可惜 好 那 老師您對於這個 群組的步驟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補充一下好了 如果說您的群組 要不要公開 預設是不公開嗎 不公開的話 那 學生怎麼加進來 你要去回家嗎 這樣可以對 所以您可以來這邊 這裡 這裡有個條碼對不對 有沒有產生一個代碼 目前我看到的這個方轉學習工具 絕大多數在混合用這種方法 所以他產生一組代碼 那今天呢 我這個代碼 好了 別人 就是同學他進來的時候 他這裡有沒有加入 你就按 給他那個代碼 打完按一下就好 他就會進到我們的那個 成員名單裡面 成員名單裡面 就是說我不公開 但是 他至少有個加入管道 那萬一如果您覺得說 我這個代碼 我現在已經OK 已經差不多了 你可以選擇把它清除 或者重設 那就是 時間大會關門嗎 別人這波都快少進來了 對 我知道代碼已經進來 那你不是又那個了 就 可能會比較亂 所以你可以選擇清除 或者再產生另外一個這樣子 好 這樣老師對我們這個 關門的使用 也沒有稍微有點概念 好 所以其實 可以做 學習的一個方法 也可以當作是您教學的工具 參考之類 當然他 不見得能夠取代您現有的 這個所謂的教學工具 因為學校其實 數學原來通常會有 欸 強迫性嘛 齁 教學老師這樣做 那代碼市長 你可以用 你還是可以用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輔助 這樣子 這樣 什麼問題 我跟您請教老師說一下 你那個怎麼 假設我自己在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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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樣的軟體 好 那老師提到的是這個錄影的部分 其實錄影我剛好 昨天去那個 去那個叫做 有朝陽 您看一下齁 有一個 這個教材 有沒有 好 我們往發線來 廣播一下齁 您到這個群組 發線裡面的群組 您會看到 為什麼它排在第一個 因為那是我昨天去講的 好 昨天去講的齁 所以您也可以加入這個群組 加入這個群組 點進來 點進來 點進來齁 那 這個呢 昨天的那個錄影的影片 我也給我放在這邊 也有放在這裡 其實我們的那個軟體在右手邊齁 我們現在好像也有 我有放 您在右手邊這裡 我主要是用這一個 這裡有兩套 我主要是用這一套 像第8B6 我用的都是免費的 對對對 我都是免費的 所以您可以做參考 可以在那邊做參考這樣子 那我們的群組 我記得應該也有 我這個群組裡面 你應該不用交那邊也會有 我看一下檔案 有 這裡 有沒有 也有 只是說 教學的那個內容 這樣你怎麼使用 你可能要到那個群組 直接看 那 當然 其實像學校也有那個什麼 叫 How can 有沒有 老師有沒有用過那個How can 蛤 我們學校買那個Can 哦 那老師 我們學校買的是比較新版的 Avacan你知道 Avacan也可以做剪輯 也是不錯的 好 好 沒關係 反正老師現在請到馬上申請就可以用 那一看那個就是 那一看那個就是 如果老師比較習慣用簡報的話 用簡報上課的話 我是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工具 在國內的市占率 因為它是國內廠商該發的 那市占率算是最高的 大概佔了七成 就幾乎七成以上比較多成用 還不錯 所以也可以參考 就是如果學校有買 你可以用那個 它的那個關鍵字 你們看一下 我這邊好像有放 這裡 數位學習工具吧 我看一下 在這邊 數位學習工具裡面 這個 翻轉學習工具 第一個就是它 在台灣數位學習科技公司 它做出來的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他們 線上的那個平台 平台像這樣子 那 你點進去 它的錄影的方式是像這樣 來錄影 當然它可以加上那個簡報 講解第一張的時候 第一個投影片的時候 是這樣 那第二個投影片 你點下去之後 那個影片會變得跳到那邊 這個是用簡報的方式去做的時候 它是最大好處 這個 Avergan EV ERCAM 這裡 它有兩套軟體 一個是 這個是錄影 這個是剪接 錄影 跟剪接 好 那 整理效果其實還不錯 還不錯的 好 蔡老師還沒什麼問題 好的 那個 核心的一個問題 是不是所有課程都可以 適用這種交流的方法 因為課堂是用來練習 可能有一些課程 並沒有 對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蔡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就好像說 以我來講的話 我是以電腦教學為主 所以其實 這個 客觀條件上 就是說 我們是比較容易達成這種 互動的效果 你如果知道 一般教室的 可能 老師設對 設對對不對 可能這樣的做法 就不見得是 最好的方式 所以可能 就是中間 這個轉換的過程 它畢竟只是一個工具 一個概念嘛 每個老師可能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去想想看 如果這個東西 我可以 譬如說 我現在已經 用這個弯道來整理所謂的知識了 那這個東西 我怎麼應用到你的教學上 像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其實這裡面 也有搭配這種 隨機抽人 這個老師 反正也蠻喜歡用的 我是偶爾用不下 偶爾用不下 至少同學不會睡到 可是 常常用 其實效果就差 為什麼 大家會覺得 老師這麼喜歡點 會啊 會啊 會有同學會有這種 就是會有這種反應 所以偶爾用不下 那再來就是說 可能老師的一個教材 比如說 假設我教國文 常的 國文 就每次都這樣 可是 現在 你沒有發現最近 那個 那個 講歷史的 講地理的 很多名人嗎 欸 他把歷史 原本看 看起來是什麼 很生硬 或者地理這種很生硬 他把它講得比較有趣 或者是 他去引用 就好像 老師您可以看到 像我剛剛有 引用一些 影片啊 或者是一些資料的 就 我覺得 老師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我這個東西 怎麼樣可以把它 他 他問到我們的 教學現場 因為畢竟 教學院好 每個地方 每一種科別 都會都狀況不同 那 所以他還有什麼 很多什麼學師達啊 學習達啊 教學的一個方式啊 或者是其他的 那 我就是盡量去參考 然後 把它 看有沒有辦法 融入到我的課程裡面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老師可以考慮 就是 課堂 也許你可以考慮 開始做錄影的動作 因為你有錄影之後 其實我發現 他最好就是說 第一個 老師可以當作是一個 學習的紀錄 同學要做參考也很方便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 有些時候不可否認的 以前比較熟這個東西 而一段時間都不熟 當作是自己學習的一個參考 再來是什麼 再來就是說 這些內容 如果說 老師 你慢慢 整個你好了之後 以後也可以 借別人用啊 也可以別人用 就好像我現在剛開始 自己用別人嘛 可是 以後 你這個東西真的不錯 我們也可以借別人用 那因為 以後的教 以後的學習方法就是什麼 因為要網路資訊能發達 所以其實 我基本上一定是從我們老師 自己本身去學習 老師也是學習者 我找到好的資源我們一起來學習 這樣大家會一起存在 你 我會比較建議就是比較開放一點點啊 因為你 越開放一點點的時候 大家的交流越多 你才知道 原來我知道的其實真的不多 我們做的其實 自己過的真的不多啊 對啊 我們會的 真的小小一點 小小一點 可是別人會的很多 我們都去 引用別人的 學習 怎麼樣把它農民進來 這樣應該 大家 不管是對學生 對老師來講 應該成長的機會就更多 好 那這樣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麼 我們上課呢 也是有提供售貨服務 所以你應該 你Google一下 這邊就會找到我的資訊 包括我的E-mail 聯絡電話 所以如果說老師 您覺得 使用這個平台 或者說您其他的 使用上有一些 疑問啊 或者是覺得 有問題的地方 我們可以一直在交流一下 因為也許可能就是 以後的問題 好吧 好 謝謝大家 謝謝